欢迎大家回来,抱歉我是有点迟到了,因为刚才呢还在忙着在准备我们今天晚上的笔记 就是今天是Francisco会录影吗? Francisco,你可以讲个话吗? 好,所以今天Francisco是录影 好,今天我们从祈愿开始 我们可以请Geklin来带领大家做祈愿吗? 祈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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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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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根本文,都是来自于中喀巴的根本文,然后这英文是有格西老师所翻译的。那如果你想要去阅读藏文的话呢? 然后我有另外一个版本,我让你看一下。 这实际上是来自于ACIP的资料库。 我们有一个可以阅读的资料库的资料库。 最新一版本,Shedham Todd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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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根本文之后呢,我们有这个序言,然后前言跟就是论文,论事,然后这是有肯仁波切所写的。 然后这个故事蛮有趣的,你们大家可以,可以就是找时间来看一看,这当中是写肯仁波切小时候的一些调皮的故事。 他是,他讲到他小时候呢,是如何假装成是一个小小的那个乖学生,然后他的朋友们呢,都被惩罚。 然后他去到事物试验的时候呢,就是有讲到帕奉卡伦伯切,然后这里有讲到张加罗贝多杰,他是中国皇帝的这个老师。 他有讲到帕奉卡伦伯切的故事,他是如何长大的,他是如何变得非常有名的。 然后我这里比记下来的是,就是一个故事。 当帕奉卡伦伯切来拜访施拉美式的时候,他会呆在加隆的这个学院,这是他的学院。 帕奉卡伦伯切那时候,他很喜欢讲句话,就讲说非常对,非常多。 然后有一次,他就把他放在肯仁波切的头上面,然后就跟他讲说,不错不错。 然后他就跟他讲说,这个南海看起来不错,非常有资质。 然后呢,在他获得这样的加持之后呢,他感觉呢,他直接从帕奉卡伦伯切上面得到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加持。 所以他就开始感到他非常的聪明。 然后这里有讲到帕奉卡伦伯切是如何涅槃的。 然后他来到转世的这个帕奉卡伦伯切。 然后这里呢,也有讲到中喀巴大师的故事,他1357年出生。 他是出生在中喀省。 中喀呢,代表的是 所以是蒜头。 然后他是如何开始学习的。 然后他是如何开始学习的。 他拜访很多大师。 他开始他的传承,开始教导。 然后他写了他的,他写了他的著作。 他这个故事是非常有趣的。 请大家找时间的话,如果有时间一定要阅读。 最后呢,我们会讲到这本书,三主要道。 他是写给老王加巴的。 他也叫做Chako Wunbo。 所以基本上昨天我跟你讲的故事都来自于这个阅读里面。 所以当你学会这些内容的时候呢,你有机会可以跟你朋友讲。 这个是非常有趣的一个故事。 我们现在已经结束了前年。 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学习三主要道。 然后事实上呢,我还有去笔记了其他的。 三主要道呢,就像是支撑着屋顶的其他的梁柱。 他一定得要有这三个念头在你的练习当中。 不管是在你的公开的教导,还是秘密的教导, 都必须要有这三种念头,一定要在你的念头当中。 如果你想要说你在练习佛法的话,就是如果呢,你有这个处理心的话, 它就会引领你自解脱。 如果你有这个想要成佛的心的话呢,就会引领你自全知。 然后呢,这个心如果有这个正见的帮忙的话呢, 你就可以成为这个轮回的解药。 我们讲到美德或者是善业跟非善业,恶业。 我们呢,会偷生恶趣。 如果我们去做恶业的话呢,我们会偷生恶趣,三恶趣。 所以,这个恶趣的中文叫痛苦,就是会偷生到一个痛苦的地方。 那如果你想要偷生到山上去的话呢,就是人跟这个天,天人。 。 那这些的业呢,都是不会变的。 这些业呢,是不会变的。 我们叫不动业跟会动的业。 不动业呢,它会帮我们投身到色生跟非,就是非色生。 我讲出了色界跟无色界。 事实上呢,我们刚才讲的这些都在轮回里面。 你可以假装练习所有东西,像脉轮啊,风袭啊,大手印啊。 不管是这些。 你可以练习所有的灌顶。 但是如果你并没有三主要带你的念头当中的话呢, 这些所有圣神的练习只能呢,帮你带回到这个轮回当中。 所以呢,不管呢,你领受到多好的这些教导,或者是你做多好的练习, 所以他们都没有办法能带你到解脱。 他们只会帮你带回到这个轮回。 所以三主要带这三个念头是非常的重要的。 那普琼瓦·格西呢? 所以格西普琼瓦呢,是总敦巴的这个学生。 那普琼瓦就问了锦尼瓦。 那就是,假设有些人呢,他可以精通五名,就是所有的科学的话。 他说,你是能够有这个单点专注,或者是奢摩他。 我想要学冥想,这样子我就可以获得奢摩他。 那有些人呢,他们有五种的这个神通的话。 你可以听眼通,你可以阅读别人的心,或者是体验到这八种就是大的这种成就。 我们说,另外来讲呢,你也可以成为一样一种人。 你可以获得,你可以得到完全的了悟。 意思是像,得到阿底下尊者所有的了悟。 即便你没有学习任何东西,但是呢, 没有对于,这个就是真谛。 没有任何东西呢,可以去改变。 所以,普通瓦大师问锦尔瓦大师。 锦尔瓦回答说, 大师,所有的了悟呢,都可以因你你自成佛。 就是呢,我宁愿成为一个人呢,可以让我开始呢,达到我的开悟。 为什么这是我的选择呢? 因为,就我现在的人生,我已经是所有东西精通的这个大师。 像是五名啊。 我获得,获得圣母祂,然后, 圣母祂,好几辈子。 然后呢,我也可以做着冥想,做着好几节的时间, 代表是非常久的时间。 然后呢,我同时,我也曾经获得过这种五种神通。 但是呢,我现在仍然在轮回当中。 我从来没有跳,跳,跳,跳过过轮回。 但是如果我呢,获得这个道士帝的理解,道士帝的了悟的话, 就是这个阿底侠大师所教的。 我很确定呢,我可以呢,去改变这个瘦身, 我的转世。 但是,假设呢,你无法呢,去,去思考这个, 不同问题,这个轮回的不同问题。 你没有坐下来冥想,然后让你的心呢, 或专注在这个生活当中丑陋的地方。 那我们说,假设呢,如果你想要去有一些美德的练习, 像是布施啊,或者是菩萨界,这种六度波罗蜜, 这些东西呢,都没有办法引领你自解脱。 所以呢,出离心是非常重要的。 那些想要获得解脱的人呢,他们需要, 他们应该要先舍弃其他那些很盛生的这个建议。 他们应该要先开始去升起这个出离心。 所以,出离心的意思是说,我受够了,我不想要,我不想要成为一个不成功的人。 所以我告诉我自己,我必须要学习,我必须要种种子。 这就是出离心。 不是说,我已经受过这个人生了,我想要了结这个人生。 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 昨天呢,在新加坡29岁的一个警察呢,他自杀了。 我不晓得他发生了什么事,但是29岁的生命就这样子结束了他的生命。 所以呢,这不是出离心。 出离心的意思是,我已经受够了,就是我现在要透过种种子。 我想要正确地学习种子的法则。 然后呢,种种子让我有一个成功的生命。 我很讨厌那种没有无法了解种子体系的生活。 我现在要开始种种子去获得成功。 所以呢,出离心的意思是,我想要学习种子体系,并且种下种子,去创造一个美好的人生。 菩提心的话呢,我想要用种子系统去创造一个生命,然后也为所有人创造一个美好的生命。 然后呢,善业呢。 所以呢,你如果带着善业,然后还有出离心的话,它只能引领你至较低的开悟。 那假设呢,那假设呢,你已经有这个非常足够态度的这个出离心的话呢, 接着,你就要开始呢,去想要会为了所有的众生的成佛。 这么来说呢,你就可以为你自己的盛一盛的练习做好非常好的准备。 这非常的重要。 就我所说的,如果你做任何的练习呢,你都没有带着三主要道,你都没有办法去脱离轮回,你都会停留在这轮回里面。 当然,如果你有这三主要道的态度,你每一个做的美德呢,每的善业呢,都会引领你自解脱,也会引领你自全知开悟。 然后接着,我们有讲到方便跟智慧。 就是,出离心跟菩提心呢,就是方便,然后正见就是空性,正见呢,就是智慧。 对,那福德之粮呢,会给我们带来这个,福德之粮跟智慧之粮呢,分别会带给我们设身跟法身。 所以我们应该要先从出离心开始,接着,我们再慢慢地来到菩提心,再来正见,空正见。 所以呢,基本上呢,这就是阅读一的内容。 所以,宗喀巴大师呢,曾经说过,他用了道次第灯论作为他的基础的文本,然后呢,由这个道次第灯论呢,衍生出来三主要道。 所以这是阅读二。 所以呢,杯子的三个问题呢,就是一个负杯,就是并没有去听老师在讲什么。 然后没有水可以倒进去,然后呢,一个很脏的杯子呢,就是我们有错误的动机。 错误的动机的话,当我们听到课程的时候就会有杂烂。 然后接着就是杯子有裂痕,意思是当水倒进去的时候,我们听课程的时候都听不进去。 我们应该用六个图像。 然后呢,我们要把自己呢,作为是一个病人。 然后呢,我们是有烦恼的。 然后会让我们生病。 然后呢,我们现在去想佛法呢,是药物。 然后认为老师是这个医生。 那假设是我们可以正确的去追随这个教导的话呢, 我们就像是听着医生给我们的这些处方签。 然后呢,把佛陀呢,当作是没有办法作为我们的老师。 将佛陀呢,作为我们的佛陀。 然后希望呢,这个教导呢,可以永远地停留在这个世上。 这种五种的神通呢,代表是你可以化身, 然后你可以有神通,你可以千里眼, 然后你也可以听到别人的过去, 然后你也可以听到别人的念头。 然后,八大成就呢,就是你获得这样的一个箭。 然后, 然后呢,你可以很快速地呢,去移动。 然后再来呢,就是去取精药,就是你可以不用吃任何东西。 然后呢,天行,就是你可以在天空行走。 这些都是神通的神通。 然后,中哈巴大师呢,回答这个文殊屠萨。 为什么呢? 为什么他要用这个三主要的跟这个道士帝作为它的基础文本。 然后接着呢,我们讲到就是广形派跟身见派。 广形派呢,就是指的是这个菩提心。 圣见派指的就是这个空行。 我们从阿里加诸者身上呢,获得广形派以及空正见, 空正见的这个教导,这两大传承。 所以,菩提心呢,它是来自于,就是来自于印度。 讲出的是来自于印尼。 现在我们回到我们的这个简告。 那大家现在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 我们刚才的复习完了,就是第一堂课跟第二堂课。 第三堂课呢,叫做如何寻访上师,如何依止上师。 基本上呢,这个是黄金屋的冥想。 在黄金屋冥想当中呢,我们邀请我们的老师。 然后呢,这个上师呢,我们把他当作我们的老师。 这个老师可以是任何人,任何可以帮助我们的人。 那这个老师呢,特指我们,教授我们佛法的上师。 但是,这个不好的老师呢,会,他不只能会,就是不好的老师,他会影响到你。 他也会影响你好几千年的时间。 那不好的老师,他会给你不负责任的教导,然后也给你可能错误的世界观。 事实上呢,阿底下尊者,当他呢,去岳阳来到,来到印尼的时候呢,他来找到荆州大师。 就是荆州大师。 就是荆州大师。 他呢,旅行了十二个月。 当他到那里的时候呢,他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去观察他的老师。 我们前几天呢,我们去到,我们去到这个阿底下尊者找到荆州大师的那个地点。 所以呢,这个故事是非常有趣的。 这也在道次第广论里面。 也许我们可以邀请,邀请Gibson来跟我们分享,因为他还在分享道次第。 那也感谢Gibson翻中文,然后Rini跟Ivoy翻译其他的频道。 所以呢,我们是由这个弥勒菩萨给这个无足大师的现光庄严论当中呢,去, 取得这是一个好的老师的资格。 这个是老师心中的这个品德的特质。 他们能够呢,去驯服他们的道德。 然后他们也可以完全的平静。 然后他们也是非常专注的。 然后基本上就是戒定会。 中文叫戒定会。 所以这叫三学。 一位好的老师呢,他必须要好好地观察他自己的道德。 在西藏呢,在西藏呢,在藏文呢,我们叫Dua。 Dua的意思是去驯服,去驯服。 所以呢,这个道德呢,重点是要来去驯服我们自己。 在我们驯服自己以前呢,我们之后才可以去驯服他人。 所以一位老师必须要有好的道德。 再来呢,是专注,我们要专注。 当我们能够专注的时候呢,我们才可以去观察我们的道德。 再来智慧。 Niyasiva呢,叫做非常的平静。 Niyasiva呢,就是有完全的智慧。 这就是三学。 这是在心中的这个品德,心中的这个特质。 再来的话,我们是有其他的品德。 就是他对于这个经文呢,他是非常的熟悉的。 叫Long Ki Chu。 然后呢,再来呢,就是对于,对于甚深的理解,有甚深的理解。 就是他对于空性呢,有非常甚深的理解。 所以一位好的老师呢,他必须要有这样的理解,对于空性的理解。 最后呢,叫Yun Tan Lak Pa。 他有非常多的精神上引导的这些特质。 他要比学生呢,学生的这个品德还好。 所以呢,我们有三个心中的这个品特质。 然后再来有三个其他的特质。 然后在他们教导当中呢,要有四种特质。 然后一位老师呢,他应该是要一位懂得去引导我们如何去教导的导师。 他们知道他们要教什么。 他知道要在学生的不同阶段要教什么内容。 他能够针对学生的他们的知识去教导。 然后再来呢,是爱的图像。 意思是呢,他们必须要有慈悲心。 他们必须要有慈心跟悲心。 因为他们对学生有这个慈跟悲,所以他们要去教导学生。 其实老师呢,他们没有办法洗走,洗刷我们的恶业。 他也没有办法带走我们的痛苦。 他们也没有办法去把他们所失道的,就是转给我们。 但是呢,他们能做的呢,就是教导我们如何去获得解脱。 教导我们真谛。 他就可以教导我们怎么自己去做。 他可以教导我们要怎么去种种子。 他可以教导我们怎么去清理种子。 那最后两个这个特质呢,就是春节,就是精进。 就是莫大的努力。 他是非常的努力。 再来呢,就是他超越这个气馁。 他呢,他就是承诺学生,即便呢,同样的课程他要教很多遍, 他还是很有耐心的去教。 所以这只是名称而已。 这个其实在《生命之轮》里面,他其实也有讲到。 我们先不要讲,因为在我讲下去的话,会花很多很多的时间。 在这一段时间。 格西老师在我讲过一个半个小时, 对于我来讲过了这种概念。 其实这些问题是很好的, 实际上,我们都会花了大半个小时来我们解释。 所以这些都是十个好的特质。 那么这些是教导的十八个好特质。 没有,没有,他就可能不应该。 OK,我们现在去本事。 我们已经去讨论节目,对不对? 对不对? 我们现在来到这个文本上面 我们来到阅读三 所以阅读三是非常有趣的 要如何去依止上师 所以佛多瓦格西呢 他是总东巴的学生 你要获得解脱呢 所以我们的目标是去获得解脱 解脱呢就是你非常的成功 事实上没有一件事情比依止上师还要来得重要 是我们这辈子最重要的事情 我们以为 我们以为只要看着某个人就可以学习到的东西 但是我们还是需要有一个人来到我们面前 如果能做这么简单的事情都需要有人来教我们 那当你想要去 当你想要去去到一个你曾会去过的地方 那你怎么可能不要有上师就可以去到呢 你只会去到这个恶趣而已 如果你没有老师来教你的话 所以呢 其实这句话呢非常的深 我们现在呢是人类 是非常的珍贵的人类 我们身为人呢 这件事情其实不是很常发生的 我们不晓得我们什么时候呢 我们不晓得我们下一次再生为人是什么 上次生为人是什么时候 也许是好几百万的年前 其实呢我们已经经历了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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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事 我们才 我们今世呢才生为人 我们经历了很多很多的恶趣 然后才来到了人 那假使我们没有任何老师的引导的话 我们要如何去到开悟 一个我们从未去过的地方呢 因此 我们是 一定是要从一位老师上师那里学习 单从文本佛法的书上面去学习是没有用的 我们一定 没有一个 是历史上面有一个人呢 获得他们品质是 在不如一指上师的情况之下去获得的 所以呢 基本上呢 我们需要有引导 让我们呢可以 在一天当中去得 达到某一个点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 巨隔的像是 有这些品质的人 有一个巨隔的老师 就像是阿底下尊者 因为呢 你要找到这样的老师 一定是要找到这样的老师 因为你希望你最后呢 是可以成为跟他们一样的人 所以呢 非常重要的是呢 你要去找到你的老师 因为呢你最后会变成跟你老师一样 如果你的老师不是很好的老师的话 那你最后就会变成一个不是很好的人 如果你老师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师 你最后呢也许会成为跟他一样的老师 就是我们在起头的时候呢 一定要找到一个非常巨隔 很好的老师 我们要来 我们刚才已经有提到一位好的老师 他具备十个什么样的品质 所以这个阅读真的非常有趣 大家一定要花时间来看一下 我们必须要熟悉老师的所有品质 然后去找到一位老师 他具有这样的一个品质 不管呢 一位学生他需要 他有具备什么样的品质呢 基本上几乎都是来自于他的上师 这个学生呢 这个学生呢会几乎的像他老师一样的优秀 那假设如果你没有一个好的老师的话呢 你也没有办法走到很远 一旦你找到你的老师的话呢 他能够去引领你 他能引领你来到这个公开的教导 跟秘密的教导 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位受到加持的学生 我认为这个非常的重要 所以这十个品质 请你们大家都一定得熟悉 然后呢去找到你的老师 然后这里也非常重要 这里讲的是黑色敌人的难解之处 如果你没有把一个人作为上师一样的对待 并没有将他们所教你的 作为一个上课的内容的话呢 那其实我们就会收身为狗 好几百事的时间 所以这里讲的是说我们要将老师 不要将老师 他这里有个故事 可是老师在生命之人的翻译当中 有讲过这个故事 就提伯达多呢 他是西达多王子的舅舅 他非常的聪明 他虽然很聪明 但是他非常的忌妒 当西达多王子他成佛的时候 他也想要 所以提伯达多呢 他也想要成佛 然后他建立了自己的这个僧团 还有他自己的学生 所以这个佛陀的学生 跟提伯达多的学生之间呢 就有了很多的冲突 所以佛陀的僧团呢 其实我会说他们是比较正确的 那另外的僧团呢 他们其实是充满嫉妒的 那有一天呢 佛陀呢 有一个弟子呢 他是非常高正量 那有一天呢 他没有很小心的 他就飞到山上 那提伯达多的这个 那个学生就看到 然后呢 他就跟佛陀抱怨说 你的学生啊 你的学生啊 一个非常高 高正量的学生 他有这个超能力 然后他就用 他就像 他就像猴子一样的 在山上跳来跳去 他有点在嘲笑这个人 这个人 那佛陀就说 天啊 你刚才说了一些话呢 你刚才说的这些话呢 会让你呢 变成一只狗 然后一百年的 一百世 然后他说 天啊 我 然后他说 我会投胜为狗吗 他之后呢 他就非常后悔 他讲了这些话 然后他就跟佛陀 做了一些畅悔 那因为如此 因为如此呢 他必须得 受生为 受生为狗一百世 那在受生为狗一百世之后呢 他受生为人 但是是最低阶的那种人 然后在受生完 最低阶的那种人之后呢 他又受生为一个人 然后呢 在那一世呢 他就成为阿罗汉 所以呢 有时候我们不应该去嘲笑其他人 他说 天啊 你看 某个人 他现在是很高正量的人 但是 在那之后 我们就有负面的这些 负面的评论 所以呢 我刚才讲的这些故事 希望能够让你 醒过来一下 如果你想要让我看到你没有在睡觉的话呢 你可以打开你的 打开你的镜头 所以呢 Cast的意思呢 就是像印度一样有不同的阶级 仍然是人 但是它是不同的阶级 那这就讲到呢 你对上师一秒的愤怒呢 就会毁掉你 好几节的这些美德 好几节的善业 所以我们其实不用提到太多 我们在第3八阶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是有学到的 所以我们刚才讲到说一秒的愤怒呢 对上师的愤怒 就会让你下耳去好几节的时间 或者是说毁掉你美德 好几节累积的美德 那这里讲到了八大的利益呢 就是说 假设呢 你去尊敬你的上师的话呢 你去让佛陀开心的话呢 你会克服很多很邪恶的影响 然后呢 你会获得很高的证悟 然后你会获得就近的目标 你不会掉到二去 你会获得短暂以及就近的目标 这是宗喀巴大师所写的 然后帕彭喀伦波切所做的论识 这里有很多故事呢 是关于那些没有去尊敬他们老师的这些故事 有好的结果跟不好的结果 总敦巴 总敦巴尊者呢 他是一个商人 他是阿底下尊者的一位学生 如果你看阿底下尊者的唐卡的话呢 在他的学生当中呢 你会看到有一个人他留着长头发 那个就是总敦巴大师 然后你可以通常看到唐卡上面的生人 他们都是没有留头发的 但是呢 总敦巴大师他是留着长头发 这里讲到总敦巴尊者他是如何去服务他的上师 然后他去获得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成就 这些故事 噢,不好意思,这里是好的故事 撒加班智达也是一个好的故事 在后面这里有一些比较令人难过的故事 这个呢,是 Premature death 就是你不到你应该走的年纪的时候你就走 然后呢 无法忍受的痛苦 然后呢 不同的疾病 然后疫情 然后中毒 有火 有蛇 做水灾 然后 通常在这样的死去之后 他们会来到地狱 然后Sange Yeshe大师呢 他跟另外一位老师也叫Sange Yeshe 名字是非常像的 然后这位Sange Yeshe呢 他假装没有去听他的老师的话 然后到最后呢 他就变成去养猪的猪圈的人 然后这就是第三堂课 我希望所有人都可以将我的老师作为你们的老师 事实上 第一个 第一个他是格西老师 格西麦克罗奇老师 在 除了格西老师之外呢 就是 JB老师跟Conney老师也是我的老师 这三位老师是我主要的老师 我想要你们也把他们做为你们的老师 我想要你们也把他们做为你的老师 你不需要像对待他们一样对待我 但是呢 非常感谢 欢迎我们在这里休息五分钟的时间 我们 待会见 我们 在